修计,贫困的拥民,拥犬,还有一些子弟要读书,那各方面都要拥有钱。 就是能够有接受到好的教育,为国家讲来做点事,就是这样吧,是不是? 我一个人,老婆的时候,你犯了没死的,他没办法,是说的这套法都没没办法那个时候。 在我的生活,就是决定各地区,我不是难花钱,我该花的我都花,不该花我都不花,我是这样子。 其他的跟我过去不同,都把钱看得种种美。 你怎么样,我的钱嘛,生不耐心,不耐心,我不求能。 朋友方面,我从来没找到这个钱,这是我一个藏区。 我也是有名嘛,我看了,看那个小车子,我都轮到,带到有局去。 赚两次,头次是赚两万块钱。 第二次,因为我环节看得到,赚一万块钱,你们都有手机去。 很多的愿意捐款的,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的荣民愿意捐款,还有包括义券来捐款。 他想说,其实我们够用就好。 荣民荣券基金会,你去捐给这样的一个单位,将来这个钱,就是他服务的对象,要在照顾的对象,就是我荣民荣券。 所以伯伯一听到这样子,那他们真的,只要他还有所得的,还有这个,蛮多的伯伯愿意发心。 杨伯伯,来我们杨伯伯上边! 杨伯伯,来我们杨伯伯上边! 杨伯伯,来我们杨伯伯,来我们杨伯伯! 杨伯伯,来我们杨伯伯,来我们杨伯伯! 淡薄名利,不計不求 因為他本身就是榮民 他也願意把這筆錢 捐給我們的榮民榮券基金會 來加會我們的榮民跟銀卷 取之於政府,然後用之於榮民 其實他的理念是這樣子 他也義無反顧,他也沒有多想 我覺得在這個社會上,這種人已經找不到了 只有現在對於國家,對於社會 願意把他自己的所有拿出來 無私無我,我只能說他是無私無我 我們看到很多榮民,平常的生活都很簡單 可能是一個饅頭,一杯水就過了他一餐 蠻簡單的,很清淡 他自己吃的都蠻清淡的 他自己會炒一些青菜啊 他也不喝酒不抽菸 他自己一點一滴存下來的 因為當初他有問過我 他說他剩下那些錢怎麼辦 他原本是說,那給我 我說我們不能收這個錢 那你假如擔心什麼的話 那你乾脆兼給我們 退伏會啊,或是榮民榮券基金會之類的 他們在生前或者是生後 往往都會把他畢生的積蓄啊 捐贈給這個 不管是我們榮民榮券基金會 或者是各榮夫處的寧孤認養 他們把他的愛心呢,不斷的傳播下去 他們好像是汽水長流 慢慢的捲捲滴滴啊 感染到美月榮民 互相的關懷,有溫暖 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期盼著這個家就是這個家 雖然眼睛看不到 可是他每一天非常的準時起床 吃飯、睡覺 把他那個棉被摺得跟豆腐一樣 而且非常愛乾淨 這麼單純的一個人 從他的整個他的做人處事裡頭 我學會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生活要很簡單不是 第二個要有感恩 喜福的心 最重要 他有那個回饋社會的這個胸懷 這種大愛的典範 就是我們社會裡非常重要的一股暖流 他把一輩子的積蓄 就是這樣刻苦一步一步的慢慢宰下來 他覺得活到這個年紀 把自己存下來的錢 運用在社會上 造福更多的人群 他其實很想要把這份大愛捐出去 這樣子 就是自己決勝嘛 我決勝我們的錢 這個權是運到哪裏給他們 或者是他們有什麼病啊 有什麼什麼事情呢 這個家裡有什麼困難呢 這個都可以幫助他們一點 是不是覺得很困難呢 聽不覺得很困難呢 聽不覺得很困難呢 一定要有一個機構來收容這些為國奉獻的老官兵 這是榮家戰死的任務 現在已經轉型成為一個標準的老人家的安養護機構 我們在九月份 在召開那個家務 在開家務會報的時候 突然我們那個親國親北杯 手上拿著十萬塊 所以要捐給我們的榮民榮捐基金會 他說在我有生之年 我可以看到這筆錢 能用在照顧榮民 或榮民子弟 而且能一代傳一代的 讓我們榮民的後代子孫 學有所成 回饋社會 這是非常好的事 是求學的學生 只要說任由上間的話 都是好學生 這個錢都應該也給他們用 這些的榮民榮捐嘛 所以他希望說 一樣他把他們當成自己的眷主 在看待 所以能夠一代比一代 他一代傳一代 大家有這個心的話 一代一代就好起來了 真好 每天晚上 我說伯伯您又怎麼了 我想我媽媽 我聽到他哭 我跟他一起哭 我聽到這句話 我就一起哭 16歲左右 80幾歲的時候他小媽媽 聽到那個心好酸 當初是他寫在遺族上面 所以就是說 如果說有什麼任養 他就不會捐 那那個 他的遺款這個 就是當初寫遺族的時候寫的 他當然捐 跟他最親近的人 他也沒什麼親友 他會以為 他會以為 不可能另一個人 他只有捐給他最親的 榮券的責物 對我來講 伯伯就是我的親人 我的女兒常常說 你在家陪我的時間 都比不上你的阿伯 我覺得我們的榮民 從過去的戰役 建設 到對國家社會的一個貢獻 真的是很了不起 有時候我常常被他們感動 去探訪 訪問他們的時候 我真的也會流眼淚 所以被他們這樣的一個 義舉 善行 我都覺得 真的是實在令人佩服啊 的確 讓我的生命 增長非常多 不管是在照顧別人身上 我會要學會 怎麼去掌控自己的情緒 怎麼做更好 能夠服務我伯伯的事情 還有榮券 不管是 主啊 佛主啊 天主啊 上帝啊 真的 他們這次很苦 下輩子一定讓他們結婚 所以滿堂 幸福美滿 我就這樣祈求 其實我的父親很早就往生 所以我是抱著 他們都是我的父親 我衷心地感謝 你們把年輕的歲月 奉獻給這個國家 保衛了台灣 讓我們這一代的人 能夠在這樣安定繁榮的環境裡面成長 你們很辛苦 謝謝你們 我現在是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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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抱著 我 我現在是在那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